全聯熟食區 裡面的肉汁感覺算是蠻豐沛的 這個超好吃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雙弟 我是瑋瑋 歡迎來到黃朱莉開箱頻道 今天呢我們不再是開箱全聯VSWEET 或是一些全聯的什麼新品啊 我們則是要開箱的是 全聯熟食區 因為大家可能在至少我個人認為啦 我去全聯好像比較不會為了買熟食而去 如果我今天要特別去買熟食 好像會去佳樂福 好像會去Costco 然後大潤發這類的 他們都有那種熟食區嘛 沒想到我們全聯呢 他還有出這種非常平價的熟食料理 讓大家直接就是如果有忙碌的家庭主婦 可以就是直接買了回家家菜 而且都很便宜 我們就直接來跟大家說一下第一項是什麼吧 第一項是我們的龍捲蔥油餅 這一塊蔥油餅的水果是25元 也算是小便宜 蠻便宜的 然後它是可以再回來用微波加熱 但是我目前微波加熱完之後 它還蠻油的 就可以看到那個紙巾 它會透過後面那個吸油紙 就是在滲油出來 但希望它吃起來不要太油 然後夾出來了 其實還不錯 而且它的外殼啊 感覺到是 你看 脆脆的感覺喔 馬上來吃一下 還蠻香的耶 但我覺得那個油 那個油泡味好像真的蠻重的 我剛剛在吃蔥油餅嗎 不是蔥油餅乾 剛剛那個聲音驚為天人耶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蔥啊 是屬於那種椒蔥 可是椒蔥是指已經炸到有點焦掉了 它不是青蔥的香氣 所以如果你喜歡椒蔥類型的人 我覺得可以買這塊來吃 而且它非常的酥脆 那我要跟它說就是它的油感偏重 就我這樣咬一口 我嘴唇已經都是油了 但是因為它炸得很酥 又不會說那種就是 如果它又軟又油 它就會讓你覺得超膩 所以因為它酥酥脆脆的 然後加熱起來 而且那個椒香 讓它整個味覺是很合理 它的本身鹹度的話呢 就是微微鹹 我可能會想要再塗個辣椒醬 或是撒個胡椒粉之類的鹹度 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反正就跟大家說 它就是比較 跟我們印象當中的蔥油餅 蔥抓餅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可以買來搶先試試看 25塊 然後焦蔥的味道 很酥脆 但偏油 然後也偏難咬 OK 我們來試一下其他的好了 秋刀魚 大家知道嗎 這一條秋刀魚的售價 只要25元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一條秋刀魚25元 但我還是要說 它們像這種 應該都是跟客有關的 就是它是這條魚自己客 然後去算的 所以它呢 有可能大家去買的時候 Range可能會落在30到20幾之類的 然後呢 也可能會因為時價有所變化 但我買的時候是25元 竟然可以買到秋刀魚 是蠻厲害的 喔喔喔那個魚味 沖上來耶 其實蠻美的耶 將將 其實烤的話會覺得還OK還OK啦 就是沒有那種焦掉的地方 然後還有畫那個高橫的這邊 然後剛打開來會覺得蠻香的 有送一個檸檬風味的什麼 你看 魚頭 欸接過一下 檸檬風味汁 就把它淋上去 其實我覺得它的魚肉還算好扒下來 就你筷子稍微用力一下是可以的 然後肉的部分蠻多的 但是秋刀魚就有很多小細刺 大家就要自己小心 那我就開動了 本身魚肉好像不差 但是可能我很少吃秋刀魚的關係 秋刀魚就是本身的那個臭臭臂 就會比較重 對啦 可能是我個人口味上 會覺得這個秋刀魚的味道 那個臭臭臂還蠻重的 但肉質本身是ok的 然後也算好扒開那個肉跟骨頭之間的聯繫 欸25塊好像也沒有 你好像也沒有把他批評到他那裡去 調味上 ok 他是有醃進去的欸 欸其實我覺得不錯欸 因為秋刀魚好像很多人 會把它當作下酒小菜 欸一條25塊 就全聯合買一罐一手啤酒 然後買一條秋刀魚 邊下酒 然後邊吃秋刀魚 我覺得是ok 但如果 如果你是要把它端上餐桌 家裡一起吃的話 我會覺得有點 建議大家去買新鮮的回來自己煎 25塊了 值得了 也算是蠻推的 下一箱 下一箱呢是我們的十三箱雞翅 然後是85元 然後它裡面的話有12三翅 5隻雞翅 其實我覺得好像蠻不錯的耶 以這個外觀來講啊 你可以看到它那個香料 調味料 是有附著在雞翅外面 然後蠻均勻的 但是好像偏油一點 它這十三箱聞起來很像麻辣鍋 像那個什麼這一鍋 我去吃這一鍋 好像都會聞到這個味道 就有一些中藥材 像倒在麻辣鍋裡面的雞翅 我們就直接吃這個雞中液 給大家看 喜歡雞皮的人 可能會蠻喜歡這個 因為它的雞皮 烤得非常的好 哇哇哇哇哇 帶有一點那種黏稠的感覺 開動囉 我的天啊這個還好吃 這個超好吃耶 傻眼 這個真的很好吃 它超入味 大家不用擔心 它不辣 它真的真的 基本上比胡椒還不辣 然後它超級香的 真的很像吧 比較淡化版的麻辣鍋的湯底 然後拿去滷這個雞翅 然後滷出來裡面的那個油脂啊 都還是非常的豐富 然後雞肉很滑嫩 那個雞中液的骨 跟肉完全進去嘴巴抿下去分離 這個超讚的耶 這個啊 大家買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有兩到三個人要吃 你就買兩到三個回家 哈哈哈哈 因為自己一個人可能會吃完一盒 而且不只耶 我剛剛少算了 它底下還有一隻 這是六隻 這一盒有六隻雞翅 又香又好吃 這個完全可以推起來了吧 這個是我如果去全年有看到 我會再回購的商品 它其實剛剛看起來很油 我自己覺得吃起來沒有到非常的油膩 OK耶 大拇指 下一場吧 下一場是我們的豬肋排 179元 這項感覺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雲指 它叫雲指炭烤豬肋排 是筍子 它的河底都會有那個油脂 豬肋排 讓我想到那個Fridays 吃豬肋排這種東西就是用手啊 喔 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的肉汁感覺算是蠻豐沛的 然後啊 感覺醬料也有算是醃進去 因為它整體也算是蠻香的 有幾個地方呢 它有特別做那種 就是感覺炙燒炙燒 烤過比較焦一點的感覺 那我們就直接開啃 再給你第二口的機會 會 這款的話我覺得鹹度是ok的 但我剛剛第一口有點皺美 原因是呢 我剛剛咬下去的時候覺得 豬腥味有點重 就是它豬的肉味比較重一點 但後面其他兩三口的時候 會覺得它那邊醬汁是有醃進去的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整體的話我覺得它的油脂 負含程度非常的高 它好像選用了這個熱牌的位置 我覺得油花比瘦肉的地方多了蠻多的 所以我在咬的時候 大部分都會咬那個Q彈的那個油花 烤的還算ok啦 這個有一點點那種麻麻的感覺 就讓你嘴巴周圍麻麻的 但不會到辣 不過我覺得小可惜的就是 當然說不能去跟Fridays比 但我之前吃Fridays就是那種 你可以馬上的脫離那個骨頭 那個骨肉就分離 那我可能就這個 就要比較細心的去慢慢的咬 我可能覺得這個也蠻適合下酒的 就是一手啃肉 就是一手喝酒這樣 也是蠻適合的 ok 味道上我覺得可以再重口味一點 可以更加的壓過那個豬肉本身的味道 或是我會覺得這一項 比較普通一點點 最後一項是我們的全聯烤雞 也是烤全雞 189元喔 之前我們開箱那個Costco 還有那個佳樂福的烤雞 他們也都算是便宜的烤雞 太酷了 它聞起來的味道跟我以往烤雞打開的味道不太一樣 痾痾痾痾痾痾痾 ok 這一隻雞的體型好像偏小一點點 然後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它烤的比較沒有那麼的深色 就是它的皮膚質比較偏白的 我們直接扒著雞腿下來這樣 因為我剛才拿它的時候我就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 我完全沒出什麼力它的肉跟整體的雞身就脫離了 它是一個烤到蠻嫩的狀態耶 這感覺會讓人很有食慾耶 你看為什麼我這樣長 你看那個肉 我用剝的就剝下來了耶 踹一下 奇怪了 我覺得它沒有很入味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嘛 它的皮膚比較偏白 所以我覺得它的香料跟鹹度並沒有到非常的進去 之前吃Costco或是加勒夫的時候 會覺得它的香料很進去很入味 但這一款的話我覺得它的肉很嫩 你完全就是用撕的就好了 就會脫離了 唯一的問題就是我可能會想要加個胡椒鹽 不過好處就是這一款的烤雞它沒有那麼油 我覺得沒有以往我吃的那麼的油 味道偏淡是唯一的缺點 然後其他的話我覺得調味上 肉質啊香氣啊都是ok的 不曉得大家這樣聽起來跟189的烤雞 你們買不買單呢 那我們來進行最後的頒獎時間 頒獎時間 今天我們只頒兩個獎 第一個是最佳CP值跌破眼鏡獎 恭喜我們的秋刀魚 因為它25塊真的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覺得整體品質的話 它拿來下酒這件事情是非常的ok的 25塊完完全全可以買個4到5日 然後就跟商務好友們一起開一手啤酒啊 兩手啤酒這樣子 那還是要跟大家貼心提醒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理性飲酒未成年期不飲酒 下一項的話呢是韋韋個人推薦獎 就是推薦大家去買的意思啦 就恭喜我們的十三香雞翅 我剛剛在鏡頭外就說 它如果跟XX那些紐澳梁雞翅放在一起的話 我會選它 但我會覺得他們味道是不一樣的 它跟紐澳梁雞翅調味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對我言是一個新奇味蕾的碰撞 麻辣雞翅 麻辣鍋雞翅 但是如果你期待它很辣的話 你可能會少失望 它就是那種香料的麻香 但是它的肉質跟整體我都是覺得 超讚的 這個真的 超讚的 要講兩次 好的 如果買到以上的品項 或是你有推薦其他的全天收視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還是要跟大家說味覺是非常主觀的 你覺得好吃的東西 跟你覺得不好吃的東西 也有可能是別人覺得不好吃的東西 跟別人喜歡吃的東西 大家可以在留言區互相交流美食 讓我們一起享受美食的美好 但不要吵架喔 我們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 分享還有開啟的頻道 還是我們音樂個人 那下期見 掰掰